本集由FUNBUS TOYS贊助播出 哈喽大家好,我是金鲜 又來到我們打開FUNBUS的時間 那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這個 超大盒的耶 跟之前Gyo Mecha有的比 然後呢這一款是三合一 HALO CABO ROAD SAVER 嗯...台灣的翻譯好像是叫重裝護衛 它總共會有三種變形 首先第一種是我們三個車子的部分 第二種是我們大合體的機器人 然後再來還有我們的大熊模式 喔... 看到背面還有更進一步的解說 我們巴士可以單獨變成我們的熊還有機器人模式 好,那我們就一起來打開它吧 打開這個超大的FUNBUS 喔...吼吼... 還有它的武器扣出來 吼吼吼... 它為了我們封面呈現 先算是一部分的小合體啦 等一下呢,我會切換四角 然後把它三種模式 分別是我們的車子 機器人 還有我們的熊模式 一一的變給大家看,好不好 首先我們從哈三輛 還是車子的時候 左手邊登場的這個橘色的計程車是 雅提 阿提 那然後這一款呢,我找不到資料 然後我也沒有看動畫 目前先把它叫做護衛好了 因為它原文叫SAVER 阿RODOSAVER叫重裝護衛 去掉重裝之後 那它就叫護衛啦 不要點隨便 然後再來這樣有點復古的 綠色的計程車 它叫米絲 然後動畫中它變形的機器人 也是一片年紀大一點的呈現 然後接著就是我們三塊來變形啦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底下就是這樣 把它兩邊的車門打開 對折 它其實都會稍微的卡口可以扣 再掀起來 扣到後面 喔!然後這邊再注意喔 我們要把這個車門在收納回去的時候 腳必須這樣彎的 一般你拆起來可是這樣 一直線 可是如果你要把車門裝回去的話 你這樣一直線是不會穩的 你必須要這樣一點屈膝 往下各一個關節 這樣子呢,才有辦法把它的車門 也順勢卡回去喔 那回到我們腳的形態 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呢 腳掌伸出來 伸出來 腳掌這邊稍微的往下翻一點 接著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車門 把它進去往下翻 再壓進去 這邊有做它的一些油牙的刻畫細節 是不錯的 這樣就是它的腳了 有點單薄 畢竟它這款還要加上我們雅提跟米斯的外掛 才會比較完整一點 接著呢,我們把它上面的手臂打開 收不去的話是這樣 然後手掌再把它玩下來 這樣就成了我們的Saver啦 這兩個分別是它左邊的外掛跟右邊的外掛 那我們首先把它上面的車蓋把它兩個都解體 這個是它腳的部分 那別忘了喔,裡面還有長銀劍 把下面打開 我們橘色的雅提呢 它是裝它的兩個武器 腳做一點接地的設計 所以把它的兩個彎子彎進來 車子後半是它的拳套 把它給彎開來 這是它的肩甲 另外一邊也是喔 扯頂的兩個關節 打開 下面一樣有長銀劍 那這一次我們米斯藏的是RodoSaver的頭盔 一樣有做接地 所以把輪子彎下去 可以聽到清醉的一聲 啪 一樣是我們的拳套 接著我們就要把它合體喔 把我們的Saver拿回來 最滿明顯就是4個卡扣 我們可以把它扣上去 另外這邊也是一樣 4個卡扣 穩穩穩的 扎扎實實的 安裝上去 這樣它就可以站得非常的穩喔 而且重點來了 這一款 旁邊是有接輪子的 雖然沒有完全的接地 不過你是可以嚕的好不好 這個小朋友一定非常的喜歡 接著把我們兩邊的拳套安裝上去 這邊有一個白色的卡扣 就要在我們拳頭這邊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裝上去 接著你可以把我們的武器安插上去 讓這個拳套可以加固定 再來是我們肩甲 肩甲部分我們車頭是朝裡面的 裝起來 另外一邊的米絲也是 裝起來 裝起來 最後呢把我們剛才藏的頭盃 安插上去 就是我們的Rodosever重裝護的啦 他就給大家看細節 它可以錄真的滿貼心的 明明是這樣 那接著呢 我們再把它變成我們的熊熊模式 再度把它變回特製之後 接著我們要把它變成我們的大熊模式 好不好 前期一樣先從我們Saver開始變起 把兩個側邊打開 這一個很長很長的Saver 是可以 上下做拆解的 就變成我們的上半部跟下半部 那我們看到我們上面的車頭 把它的手長給打開 動一動 90度 往上 就變投廊機的感覺 接著呢 要把我們的手往後 扳 再把我們的手 然後我們往下 大概就這樣好不好 它這邊門有隱藏的機關 可以把它拖起來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的上半部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接著換我們的下半部 首先呢 我們要把它下面的腳掌給它往下扳 那這邊的話 建議先把我們腳掌打開比較好便 然後往下 腳掌也把它給彎下來 車門也把它推進去 接著要做一件很驚人的事 大家有沒有看到是它的熊的頭有沒有 然後我們要這樣 原本的腳 劈腿了 轉到我們的正面 我們要把我們的兩個手掌往下 接著呢 再把它的腳掌轉正 好 然後稍微調整一下 然後呢 我們要把我們的上半部跟下半部合體囉 原本的上半部要合體的地方是這邊 好 這兩個地方 安插在我們後面的這裡 不太好接啦 這邊如果不太會的話 可以請爸爸媽媽教你 接著把它上面的蓋子放上去 然後這個地方要安插到這裡 上半部跟下半部可以更冷卻的吻合起來 這樣就變成我們的熊的模式啦 然後這時候呢 還是還沒有裝裝甲的小熊 比起熊我覺得它的手臂設計更像星星啦 感覺是非常靈活 在動畫中應該會有不錯的表現才對 接著我們要把我們的雅婷跟米絲 把它強化到我們的Sever熊上面 然後這一次不一樣 這一次我們只要用前半段的車殼拆掉 像這樣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前半段的車殼 這樣呢 我們就可以來進行組裝了 這邊的合體上跟我們的媳婦一樣 原本我們的綠色是在左邊 橘色是在右邊 可是當變成我們壽型的話要反過來 橘色的話呢 在左邊 綠色反而在右邊 互換一下位置 我們這一個前車殼啊 把它倒過來 安插在我們手臂的上面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安插在我們手臂的上面 它卡扣都做得滿明顯的 也沒有重複使用的情形 所以都可以很明確的找到 接著的話是我們這裡 底部的圓形小圓墊 跟三角形的卡扣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仿呆設計 怕你裝板 就要把它給裝上去就好了 可以先對圓形 再對三角形 裝上去 霸氣的大熊好不好 熊要怎麼叫啊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變身畫面 然後 它拿在手上還是非常的大 公平一下 我們兩輛的小計程車 算是額外的外掛裝備 裝備它在身上 讓它變得更魁物 武器呢 就是搭造我們的雙槍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影片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請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並分享喔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